早晨好 今天我们醒来在帐篷里 昨天晚上下一晚上雨进来 这帐篷外边全都是水 还是阴天 风还挺大 但是他在这里边睡得还挺好的 刚准备起了 我们回到了车上 昨天晚上朋友住在这边 帐篷那些还在外边还没收拾 不住帐篷真的不知道房车有多舒服 不去了我得再睡一会儿 昨天晚上感觉我没怎么睡好 再躺一会儿吧 这下好了 舒舒服在车上躺躺继续再睡会儿吧 起来菜早 七点就行了 外边他们还在帐篷里睡着 不在房车上睡觉真的不知道房车有多舒服 帐篷是体验 这次体验结束了 我以后不要在帐篷里睡了 偷儿 一觉睡醒来已经快中午了 我们准备在外边再次做饭了 但是呢我还要 洗个澡 然后再起床 换洗衣服我们去拿出来 我得把门开起来 洗澡洗澡 这天气 风好大 风是超级大 好我们来洗个澡 好 昨天晚上大雨突袭 然后以至于我们的桌椅板那儿全放在车的下边 今天我们要开始准备吃中午饭 羊肉卷 切了生羊肉吃 用卡尸炉也可以 原本是打算用 用这个电销二来着 有卡尸炉我们就用卡尸炉 主要它这卡尸炉可能还不防风 这就是我们的早餐 大米粥 然后刚他们熬好的大米粥 然后我放点榨菜 今天天是阴天 所以呢 坐在这也不晒 中午我们来吃火锅 得用我们这个炉子 这炉子我们自从马上来之后一次都没用过 崭新 这次终于用上了 它就是接这种气罐的也可以用 用煤气罐都可以 好我们把炉子放起来 其实我们应该用电磁炉的 但是我发现我没有带 只带了这个气罐用的 只带了这个气罐用的 那这个也很好用 稍微锅有点高就是 再往里放放料 一包辣料 一包清汤 午餐开始 今天就吃涮羊肉 羊肉已经煮进去了 正在我们当地的九环匠 突然间狂风 开始下雨了这要 所以我们开始在这边要收拾了 把这东西都收起来 饭已经吃完了 现在这个雨下的有多大 我们实在没办法 只能是把这羊棚打开之后 在外边收拾去 看来今天下午就不能玩了 准备收拾东西 看看他们这两天在那儿钓的鱼 这鱼有多大 怎么才这么借 景花景花的 金黄的打鲤鱼 这个大 这个哪也拿不到 景花景花 拿不起来算了 这个的 下面还有个草鱼 这么大的草鱼 小的他们都给放了 这边手洗一下 用什么干掉的 用3米6的干掉的 你敢信 其实这两天应该在这边 钓钓鱼来着 但是一直在那边 没有下来 下次过这边来专门钓鱼来 看这边还有一玉壶 这些也都不小 哇 好啊 切得 切绳 好啊 哎呀 跑来跑来 这边的鱼有多大 这这条大 这边还在拎着 那都是小的 所以一般这么大的都放了 咱这个小的 咱这个小的 那哪 咱这个小的吧 对 咱这个小的 哎呀 不能 不卖 不卖了 不让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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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 哪 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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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你 这边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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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收拾完毕 然后现在已经下午了 我们现在拿着这些鱼先去找地方去把这些鱼吃了 今天晚上就不在这边住了 离开这片美丽的马拉乃湖 我们现在去找吃饭的地方去把这些鱼吃了 这些鱼看的应该好好吃的样子 野生呢 我离开那边之后呢 天突然又晴了 看来今天是不会再下雨了 今天早上醒来的时候这个雨下的确实有点大 但现在又看到蓝天了 我们吃饭的地方离我们这儿有100多公里 这个确实是跑得有点远 我能复权爭的地方 你是否费了 咖啡 没有人感到的地方 还有好几次 好几次 又已经喝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